我現在看到這麼多人 在講話當中 我只看到三種身分 國民黨先不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正在大勝當中 如果太過驕傲 交兵必敗 這第一點 以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我說我看到三種身分 一種叫騎士 下騎 他必須行訴一種局 那種人是騎士 另外還有謀士 他想要幫賴或幫蔡這兩種 還有一個是戰士 蔡適應可能最左下角 我先講他 他可能就類似是戰士 他是烈士嗎 戰士如果沒有戰場 沒有武器上去 就是變烈士 如果以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九和一大選的全台的選票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這一次除了縣市場之外 有非常多的縣市議員 縣市議員是多其次的選舉 他不需要拿到過半的選票 他就可以當選 可是立委跟總統 下一場的選舉 當然那個補選 另外五個選舉那個不算 我說2020的總統大選 跟立委選舉的那一場 他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他是總統對總統 只要沒過半那個人就是倒下 所以這些戰士們 他們可能不是假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 有人在講段一康是假的 他們可能不是假的 因為他真正體認到說完蛋了 以現在這樣的投票的一個 目前的藍綠比 連高雄都已經過半是韓國瑜 然後雲林 彰化 台中 一路下來全部還有嘉義士 都是國民黨下贏 所以也就是說這些地方 下一次在選立委的時候 總統要贏基本上天方夜談 不是沒機會 機會非常小 立委我都會直接對半砍 所以這些立委他會出來講說 蔡總統是不是可以 直接放棄你現在的連任的想法 你又不要連任的 好好講當一個所謂的 就是被位的一個實權者 所謂的虛位的總統 實權的隔魁 讓賴清德好好的去救 這最後的一年多 這是一種說法 你看段宜康他跑去立法院裡面 去痛罵賴清德20分鐘 其實大家看了很多不理解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還要時間來證明這一點 我先說我的個人看法好了 他罵了蔡總統 想改革 但是沒有論述改革 然後罵了賴院長 你今天連一個公投案 都沒有派出變論的代表 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執政團隊 他罵了20分鐘還派出 可是他沒有罵陳菊 所以他要告訴人家 陳菊去宜蘭 陳菊去新北 陳菊去高雄 然後全書 不是陳菊的錯 陳菊在高雄還是很好 是大環境不好 是蔡總統讓人民討厭 是因為討厭民進黨 所以賴清德跟段儀康跟陳菊 都是新潮流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蔡總統現在應該直接 已經面臨到我們之前所講的 今日逼柯明日拔菜 現在的大敗 他可能不一定會是 2022的總統參選人 可是他還沒有放棄 所以他找了他最心腹的這一位 以前跟他搭檔過選總統 但後來沒有選贏 柯建民也想說 終於要換我當立法院院長了 結果硬生真被拔掉 那就蘇嘉全 蘇嘉全昨天的講法 跟今天有點修正 昨天晚上當這個上報 揭露了這個獨家的新聞之後 蘇嘉全在晚上緊急的 透過他的辦公室講說 沒有 總統在官邸裡面 密會這些縣市長 沒有我 我在外面有參會 我可以找人作證 還講到作證去 所以我沒有跟蔡總統講這個事情 今天早上是講說 大家都要去思考目前的定位 到底我應該做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抗拒 他先否認我跟蔡總統講好 我要辭掉立法院長屆當主席 觀眾朋友 這個會有後續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如果蘇嘉全願意的話 那等於是一個魔鬼的交換 那你柯建民要不要支持我蔡英文 因為我把立法院的院長 卻控出來給你了 終於能夠當院長了 以現在的狀況 雖然國民黨大勝 可是立法院結構當中 國民黨立委還是少數的情況之下 柯建民想要繼續 接這個立法院院長不是問題 所以他就碎了他的心願 不會感謝 因為你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我已經等了那麼久 你把我拔掉 你現在還我一個公告 感謝什麼 對 所以我說變數很多 至少如果說蘇嘉全 蘇嘉全如果真的願意放掉 立法院院長去當黨主席 那就是講說 蔡總統在他這麼大敗的情況之下之後 還有一個心腹在當黨主席 所以他在考驗蘇嘉全的忠誠度嗎 基本上是 不用考驗 絕對忠誠 絕對忠誠 他就是他的人 對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誰來當這個黨主席 就會影響到之後的總統參選人 會是誰 有人講說 可是賴清德院長 現在直接把他拔掉 不要讓他當院長 他就沒有舞台了 你就沒有對手了 也不是這樣講 如果現在蔡英文 直接把賴清德拔掉的話 他正好可以開始全台東State 他不需要當黨主席 他還是被一個失敗者蔡英文 給硬生針拔掉的行政院院長 還有悲情的形象 對 他反而直接就變成當選人 所以蔡英文也不敢這麼做 所以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角力 正在開始當中 到底誰會輸誰會贏 大家講林宥昌 林宥昌只是去代理 大家講鄭文蔡的林宥昌 是我那時候 就是猜測的其中兩位之一 原因很簡單 跟劉川芬去湘北那邊 找安西教練沒有關係 他只是因為住得比較近 所以基隆跟桃園是兩個 唯二 離北平東路民進黨莊 近的地方 三個月過度而已 誰會是真正三個月之後的 那個黨主席 那個黨主席他是誰的人 是賴清德的人 是蔡英文的人 會決定民進黨的下一步 所謂的改革的進程 其實內部從剛開始 就一直在吵 事實上他的路線 就沒有很底定 譬如說剛開始在講 一粒一休的時候 大家記得 當時民進黨台中的立委 就基本上就站出來說 台中的很多的工商業者 基本上就反對一粒一休 那個時候還帶頭出來 提出修法 但是民進黨在新北的立委 認為你修還不夠 結果你還不夠 認為應該更朝 勞工的方向去修 所以民進黨在這個 這過去一兩年半 其實基本上內部 不一定是在拉扯 其實基本上在拉扯 反彤的問題也好 或是永同的問題也罷 其實內部 對於到底要走哪條路 北部 南部的立委 然後各種不同西洋立委 其實想法都不一樣 其實過去兩年半 大概就呈現是內部紛亂 但是外面感覺好像 砲口一致 口徑一致 但內部基本上是沒有做好 一個共同的一個決定 所以你說像段宜康 這樣子一個發飆 其實我覺得在自己吐個怨氣 對於民進黨的形象來說 我覺得也沒什麼特別的幫助 段宜康其實在 每次選舉的過程當中 不就各地討戰嗎 韓國瑜的部分 他也去插一腳 柯文哲也插一腳 然後這個看不爽的人 這些軍公教 他就長期去罵這些軍公教 索隆太看到這個情況 當然覺得段宜康 你基本上也算是個戰犯 對 是我們這些選票 民進黨選票下降的一個戰犯 你憑什麼有資格罵人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大概就是釐清幾個責任 我如果還要繼續政治生命 我還想往下走的 OK 我趕快跟你們切斷關係 像蔡世穎也是一種方式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裡面 蔡世穎的聲音應該要放大一點 其實民進黨裡面對於 她都自己都說回去了 你還說她要再放大 我覺得她要放大 她放大才有未來 她是下一次基隆市的立委選舉 才有可能再進一步獲得連任 因為包含民進黨很多內部的朋友 大家都覺得說蔡英文到底要不考慮 還要繼續連任 或是說我就不要連任了 讓民進黨有其他的人 再重新開始 因為這個局 你要在一年之內去把它翻過來 我坦白講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像2014年 到2016的國民黨的經驗 我們在過那一段期間裡面 身歷其境 到現在為止印象非常深刻 整個黨那個時候2014選完之後 基本上沒有什麼生機 沒有什麼生機 讓他對於這個前途非常的 茫茫茫茫不可忠欲 所以總統的推舉的方式 或黨主席的推舉方式 大家就顯得很牛牛捏捏 然後推出來的人選 後來又出現反這個幻注說 搞得全黨上下 一烏煙瘴氣 最後就大敗的收場 同樣的道理 今天這個情況會不會 如果蔡英文堅持還要去連任 民進黨裡面會有一派人跑出來 去結合其他所謂獨派的力量 然後走自己的主張 走自己的路 然後民進黨到內部 他總統大選基本上是在做一個內戰 所以我覺得今天 你說民進黨會實質分裂 這實質分裂 基本上就是個內戰狀態 你像這個內戰狀態 其實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其實就會看到 包括台北市的 到底是永科還是反科 科黑 你說台北的狀況會放大到全台灣 就是我到底是要走哪條路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今天這個狀況 我覺得她作為一個領導人 我姑且不要說為了國民黨 過了國家的問題 還是民進黨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她作為一個國家領導 其實事實上是要想一想 是不是該放手 你的路線在過去兩年半裡面 在這次選舉裡面 遭到這麼大的一個 海浪的反噬 你過去的成績 基本上沒有什麼顯著的成績 你這個國家過去的上半場 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治理經驗 非常糟糕的領導 你到底還要不要再繼續選下去 你選下去的話 對於國家 我不要講民進黨的勝敗如何 也不要講說國民黨 因為他會繼續選 我的勝率會不會提高 我覺得那都有點 就是小屁小眼睛 我覺得要朝國家的方向看 你到底還適不適合當一個領導人 你說現在就宣布棄選 可以把未來 接下來一年多好好的做 好好做 因為你沒有考慮到 你要沒有考慮到連任的問題 你要你可以去 你自己所拚改革 你自己的改革路線 應該好好拚 就真的做一個不一樣的總統 對 真的做一個所謂 為了國家利益著想的總統 而不是為了自己連任的總統 我覺得這個在歷史上的定位 跟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就考慮蔡英文 她過去的表現 其實在民進黨主席 這一段期間的表現 就是說她在野的時候表現 我就覺得她是一個 好像比較淡薄的人 對於權力的慾望 並不是那麼的積積穎穎 所以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考慮一下 放下 其實對國家來說 反而比較好 放下之後 我覺得前途反而光明 你越抓緊的權力不放 我覺得會讓整個國家 就是越來越往下 雖然對國民黨來說 我們在旁邊看 可以旁邊這個山山風點點火 但對整個國家來說 我覺得這很不好 該放下的時候就該放下 你說你越的 不過我的越緊 手上什麼都沒有 放下什麼都有了 不過我的越緊 抓得越少 小英跟這個新潮流系統 其實還是繼續 他們的合作的態勢 那也就是說他們繼續 他們的合作的態勢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是要穩住 穩住他們目前的 這樣的一個權力的一個結構 因為目前他們的民進黨也好 或者民進黨黨內也好 或者是在行政系統 或者是在總統府的這個系統裡面 其實小英跟這個新潮流系 控制的力量是比較大 看起來他們是沒有想要為這一次的敗選 把這樣的一個權力系統把它放掉 我個人推斷是認為 他們沒有打算要放掉 所以以小英 他在他的臉書裡面寫出一個 給民進黨黨員的同志書的 這樣的一封信 裡面其實他釋放出來的訊息是 他想要競選 繼續2020年的連任 我覺得他的佈局也是朝這個方向 他想換上蘇家權就是這個想法 對 我覺得換上蘇家權也好 那麼在黨內到時候的提名 因為他們黨內的提名裡面 還是當時就有定一個規則 也就是說他們這一次在9和1的時候 他們就有定一個規則 就是說以現任者 當時就是突刑者的案子 然後他們定下一個規則 就是現任者連任為優先 你總統就有個位子 他是現任者 所以他以他的連任為優先 當然現在要觀察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他的派系大佬 因為目前其他的派系大佬 他們還沒有表態出來 那麼對於蔡英文的這個 2020年或是蔡英文的 有沒有很重的批判 目前沒有 因為目前都是比較小咖的 或是比較年輕的 那麼出來講一下以後 又退回去了 但是大佬都還沒有 像蘇貞昌的敗選 蘇貞昌還沒有出來講 尤其坤他們也都非常停 等等也都沒有再出來講 那等到 當然還要醞釀一段時間 他們會不會出來講 但是如果從蔡英文的這個 給民進黨黨員的書 的這封信裡面 我在解析中我覺得 第一個他一直強調一件事 他的改革沒有錯 他還在強調他的改革沒有錯 那他在檢討的是哪一個部分 他在檢討的地方是在於說 對於改革的受傷害者 沒有給他們慰藉 沒有給他們補償 那意思也就是說 是不是行政系統 要對於改革的受害者 哪一些受害者 要給他一些補償去安撫他一下 可是他同時又指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人是沒跟上的 那就是所謂的反改革者 然後他又提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溝通有問題 他沒有站在第一線 所以我覺得他的意思裡面就是 他未來要站在第一線 然後要直接攻擊這些反改革者 也就是說他以後不會是神英小英了 我覺得他不會再做神英小英了 他在今天的中常會裡面 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他以往在民進黨的中常會的時候 結束是不接受訪問的 可是他今天當記者在問他的時候 就是說總統你不是說你要改變 要從你自己開始嗎 你要不要接受訪問 蔡英文就停下來接受訪問了 他等於是說我從我開始 所以他要站在第一線裡面 為他的政策來辯護 然後他還是認為他的改革沒有錯 他要繼續往深化推 而且他認為速度還太慢 還要再加強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蔡英文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 在他的任內裡面他的權力他不會放 因為他還掌握這個行政的大權 政治的大權 他一點都不放 而且他還要繼續往前推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那就要看他們黨內的其他的派系 那麼對於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匯集 說我不同意你這樣做 或者是說我零零星星的 被他各個擊破 例如說蔡世英就第一個就被 跳出來講一下以後就被擊破了 結果退回去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如果 他們的拍戲零零星星的 這樣的一個反擊 然後又被蔡英文跟新潮流 他們一個一個擊破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內部裡面 蔡英文當然就是2020年的 一個相當有可能的 民進黨的一個候選人 你說連任的機會還是很大 我覺得還是很大的 這一則是很晚的 那這個叫做 這裡就是個選人 所以我們是一個比較 我們還是一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